我們看這一題 我們先看第一題 它說s 平方是13 那這個等於多少? 我們這個先給它合併 這是s 平方 減 4 就是 2 的平方 s 平方 減 4 s 平方 減 4 乘以s 平方 加 4 就是x 平方 的平方 減 4 的平方 s 平方 是 13 所以 13 的平方 這個是等於多少? 等於 169 減 16 所以這個是等於 153 第一題答案是 153 它問這個是幾位數? 這個是多少? 這是 10 的 10 減 1 乘以 10 減 1 那何必以後是 10 的平方 減 1 再乘以多少呢? 這個是 10 的 4 次方 就是 10 的平方 就是 10 的平方 10 的平方 10 的平方 10 的 4 次方 10 的 4 次方 加 1 乘以這個 這個是 10 的 8 次方 這裡有 7 個 0 加 1 所以 10 的 8 次方 加 1 所以這個等於等於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? 這一層的話是 10 的 平方 這個 10 的 4 次方 這個 這個 這少寫一個 中間這個沒有寫 這個是 101 是 10 的平方 加 1 這個是 10 的平方 減 1 乘以10的平方加1 就变成10的4次方减1 10的4次方减1的话 再乘以10的4次方减1 就10的8次方减1 再乘以它 就变成10的8次方减1 乘以多少 10的8次方减1 这就是10的16次方减1 那10的16次方减1 10的16次方减1 后面16个0 再减1的话 就总共有16个9 这里有16个9 所以它是几位数呢 是16位数 所以答案是16位数